先谈的消息来关注台北市区副议长 叶林传的服务处主任 被爆出涉嫌和松山分局行政组的刘信巡官 涉嫌包庇总共七家赌博 色情业者涉嫌贪污收费 警调接获情资进一步发现 刘信巡官早在多年前验职中山分局的期间 他就与赌场色情业者关系匪浅 涉嫌贪污收费 调查局上午大动作搜索松山分局 还有叶林传服务处主任的办公室 还把涉案的三十六人列为被告 全都带回讯问 监禁监获情资 发现一名刘信巡作在中山分局服务期间 接受叶林传议员助理的官说 涉嫌包庇侠区内的色情业者 遭到带回调查 然年经六十岁的刘信巡官 早在十五年前在中山分局任职期间 就涉嫌和台北市议会副议长 叶林传的办公室主任 包庇总共七家赌博色情业者 涉嫌贪污收费 三年前刘信巡官调到松山分局 也借此将色情业者引入松山 不过自从他身重病 去年请长假回来上班后 就只负责处理噪音环境卫生问题 即使表面上没有接触特种行业 十五号调查局还是接获勤资 将他带回法务部北基站讯问 北市议会副议长叶林传的服务处主任 金床染黄谈污收费 检调同步搜索他位在北市中山区 林森北路的服务处 据传他跟地方人是很熟 与林森北酒店更是关系匪浅 不过他在案发前就已离职 叶林传也没有被传唤 与包庇色情案完全撇清关系 法务部调查局会同内政部 阵风市台北市警局 搜索相关多达70处场所 列出被告36人 目前都还在北基市讯问 流行巡官和叶林传服务处主任 分别在退休前和离职后 被揭露丑闻 自以为安全下装连带有损 警戒和议会名声 记者林明镜有加警台北报道